眉目见寻美 容卖花短期 桑上娇气 心善侧美 华丽朝的爱 悬念阴内藏 朝日的爱 心存境内 在一生故事漫长 迷失真心失分行 桃燕之枕在飘凉 怀奈暗 一样 横去的马照发远 终不再意识真相 唯有若爱去照亮我亮 一样 一样 店鋪的錢是大家辛苦賺回來的 你現在欠人這麼多錢 難道要我們的辛苦錢幫你還嗎 就算阿昌不懂得想 明慧你也應該懂得想 好了,不要再罵我老婆了 有人做私人多 我只能把命盤出去了 阿昌,阿昌 原來是 阿昌…阿昌,不要 你不要理我了,老婆 阿昌,不要,阿昌 對不起 阿昌,阿昌… 我死給你們看 不要… 阿昌,阿昌,阿昌 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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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昌,多虧你推薦木頭車過來 姐夫才沒事 舉手指爐 你的手轉了 可能剛才摸梯擦傷的 我沒這麼好戲作患你們兩個 原理師,我們要去談談細節 阿昌,收陪這麼多位置 你有個小手匙包著傷口 否則很容易被細菌感染 我去談談 謝謝 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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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不死, 我還可以說甚麼 老婆, 你別這樣 其實掉下來的時候, 我也打算死定了 幸好大難不死 老婆, 我答應你 我這次大難不死, 我要重新做人 我不會丟你假, 我不會連累你 你相信我, 好不好? 還有下次, 找另一個替你搓鐵打走 老婆, 你去哪裡? 我去叫小哥替東西給你吃, 讓你定驚 我以為一撲二罵三上吊, 女人才會用 想不到男人也適合, 真是收嫁 他知道甚麼叫收嫁 就不在外面借桂李嫂, 還被人追上門 你說他搞這種事出來 你猜姐夫是否讓他留在這裡? 他願意走才行, 他這份人 本事也沒有, 本錢也沒有 不留在鏡花堂, 去哪兒 不然只要出去, 餓死老婆, 溫臭屋 小谷樓 是 進去廚房, 拿珍珠滿, 燉豬心 燉好就拿上房給三姑爺 知道, 三小姐 明慧, 你真是二十四孝老婆 剛跟老公補完, 現在就補身 阿昌娶祖你這個老婆, 真是三生有幸 我身為二嬸, 也是祝家的當家 我覺得有時候要適可而止 對老公好不是不好 只不過要看看老公值不值 如果能害全家, 那就沒人了 那倒是 你以為我又很過癮? 我知道這次阿昌闖了禍, 害到家裡 我不想他也不想, 但大家始終是一家人 我不望你會說中送炭 但我不希望這時候你還說這種話 我好心提醒你, 別縱容老公 你不合聽的就別聽了 忠言逆耳, 你最好抱著老公過世 抱緊一點, 別讓他走出來 搞得家裡大頭罰就不好了 我真的不明白, 阿昌他踩到你的尾巴嗎 大家是一家人 是不是要搞得落仔下石 一層霸賊你才安樂? 阿昌他失敗了, 對你有益處嗎? 他是欠人周身債嘛 搞得家裡雞毛鴨血似的 我現在說事實而已 說到底還是個淺字 你們吵過了沒有? 姐夫 爹 大伯 阿昌, 我也不妨礙你們了 文件我回去整理一下 明天再給你幫忙 好的 你呀, 跟我上來 你仍然丟此交不夠, 還想丟多一次 你明知道我和袁烈斯在書房聊天 你還在外面吵架 被你聽到成河體統 是二嬸不斷在這裡數槍 他分明就在落仔下石 二嬸他白口是令我信你有數 但他始終是你的長輩, 長幼有罪 你無論如何都不能頂撞他 更何況, 誰叫你老公不爭氣 做了這種事, 你不怪人家有阿病 阿昌, 我讓你嫁他, 我讓你們翻裂住 我沒有要求他幫我大戰兇徒 我只望他腳踏實地 但他偏偏不自量力 不過要怪人不如怪自己 他為人無財無閣, 不思進除 做事虎頭蛇眉, 做人為首為眉 這就是你的一手造成 要不是你, 每次幫他遮醜 每次幫他隱瞞, 甚麼都幫他做 他又怎會變成這麼冷煞 是, 所有事都是我錯 是我, 是我遇到老公這麼懶散 是我遇到他懷疑 但這個老公是爹, 你替我選的 你嫁他之前不是已經知道 他無財無改, 不思進除毀手為美嗎 你讓我嫁他之前不是已經替我看清楚嗎 還是你打算要求求找個人 讓我嫁出去就算了 你又在說什麼? 是, 阿昌是很無用, 很無能 那我又可以怎樣? 我已經嫁給他了 我可以有選擇嗎?難道我可以離婚嗎 我可以離婚嗎 哪有 剛才你這樣說明慧 你不怕姐夫會怪你嗎 她的老公是沒用的 你覺得我有說錯嗎 那倒沒有 男兒子怕入初學, 女兒子怕家初樂 看見明慧嫁了個這樣的老公 真是命苦, 給我一份 我和她離婚也像 你們 有沒有弄傷了?顧著 你晚上在這裡很容易卡住花盆 你要看路才行 那倒是, 剛才弄傷了腳 就四周走 掉了心嘴在房裡休息一下 你說再弄傷了, 要明慧 替她十宗真尊活 給她倒也補不起來 你… 有什麼解救你的眼睛這麼紅 是嗎?看看 當然是乾火之類 快點叫老婆煮點火, 給別人喝 下火吧 好, 走 去了哪裡? 出去散播 腳還沒好就別成為疼 萬一他再弄傷, 怎麼辦呢 來, 幫你擦一擦 不用, 我自己擦一擦, 你去睡 那我睡了 你真的睡嗎? 我睡了 進來 早安, 姐夫 是你, 笑容 是, 我看見你書房眼燈一早開著 都知道你睡不著了 我特地烤了紅棗蓮子茶過你 養神奕氣, 趁熱喝 行了, 太低了 看見你經常為了家裡的事睡不著 我又何嘗睡得好呢 其實有誰想說弄得家草屋斃的 好像昨天的事我夾在中間 我真的很難做 不過說分兩頭, 明慧也是我兒生女 阿昌又這麼不思掌進, 真是恨鐵不成鋼 我明白的 一個女人生出來是靠男人的 上半生是靠爸爸, 下半生是靠老公 這兩件事都很重要 我們租了人父母, 幫到他減夫勢 還要看得清清楚楚 有什麼差錯, 只會累了他下半生 是呀, 我就是人板 那時候我爸爸經常顧著喝酒 隨便有人提親, 就推了我去嫁 誰知家草哥又難倒難嫖 阿靖還沒滿月 他就夾帶司徒離開了 不過幸好姐姐嫁得好 嫁到姐夫你這麼好的男人 所以我們三個男人才說有個依靠 認識對老婆好 也要對兒子好才行 是呀…所以我這個做媽媽 我很緊張方式男朋友 萬一他嫁著個不長進 累了下半生就真是作業了 姐夫,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姐姐很疼阿方 又喜歡跟他拚一條媽媽編仔 那姐夫你是他宜長樂 為了他終身大事 我真是想你幫幫忙 大哥, 你有事找我嗎? 是 我不妨礙你們了, 姐夫是趁熱喝嗎? 坐吧 我看過帳簿 上兩個月工場那裡也多了原料 這個月在原料費那裡 可以減扣兩成 以應酬費那裡 我看過了, 還可以省一千多元 我看過帳簿還沒收, 儘快收回來 我看過可以就阿昌外面那條帳簿 不過這樣, 大哥 這條帳簿始終是阿昌自己闖出來的禍 我覺得是否應該由他自己負責會好一點 我已經決定了, 就依我的方法去做 待會你開張票出來, 讓我簽名 好 待會我打算去帶官員 看看跟朋友可以借多少 事先聲明, 我不在, 不要說我偷懶 知道了, 總之是盡量籌 希望可以集日成求 我覺得應該報警署, 捉殺放貴這群壞人 這樣才能在天下太平 但可以拉多少 現在最重要的是 籌到一筆錢, 先幫妹夫還錢 姐姐早安 三妹 姐姐 你們有好意, 我心領領 我真的很感謝你們這麼幫阿昌 但一人做事一人當 阿昌, 我真的不想再連累其他人 我會自己想辦法 你有甚麼辦法 爹 爹 義長 爹 阿昌這個人, 是就是空無大志 但也不喜歡藍尼符不上必 最起碼他對人夠敦厚 空無誠負 阿昌, 能夠對你一條心 其實他沒有在外面花天酒地 捻花野草, 已經很難得了 你去吧, 爹不想你沒有這麼專業的老公 怎麼可以的?爹, 最近鏡花堂發生了這麼多事 你始終是姓祖, 你有時爹不可以坐視不利 我還可以坐視不下機 況且, 最近我家發生了很多事 有很多東西不能用錢買得快的 爹, 都一百年級了 已經沒甚麼民意了 只希望一家營可以齊齊整整 有番的核可以繼承祖營 爹已經滿足了 爹, 我答應你 我以後不會再頂撞你 不會再搞到家草廢了 那就聽爹的話 代表一張箭給他 謝謝爹 這次明明是阿昌借貴, 你不對 那個大哥左度右度幫他還一筆錢 我這些平手底刀跟他捱的 就一毛錢都沒得分, 你說是否氣頂 畢竟阿昌是獎房那邊的人 人家是一家人 大伯怎麼會袖手旁觀 雖然我們兩個同一個爹生 但始終的數有別 一到緊要關頭就分裝閒 你也是, 別跟獎房那些人 承受得不幸 行了, 有分數了 送這幅畫給那個女人 我叫你收斂一點 要不要馬上送一張肥仔畫 給那個女人日對夜對 如果他真的生個慈姑丁出來 我們這房子就沒辦法站起來了 誰說想他生個慈姑丁 我想他日對夜對, 生個李如禎 女人, 女人 你這樣想就出了 這幅畫掛正在這裡就對了 讓你日對夜對 生個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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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成李貴賢 不妨再收藏我這個香囊了 我這個香囊是我當年和阿靖 我金蘭姐妹送的 她說在多仔佛道求個福 很旺仔, 很靈的 我換過裡面的香花了 你每天都帶著它 保證你第三個慈姑丁 那自己的呼吸就安心了 謝謝 二嬸, 阿姨 明白 我今天在玉器街上 看見那顆肉嘴很適合你 你看看你喜不喜歡 為何這麼客氣 每個人都送給我 那大家都對你好嘛 怎麼樣?喜歡嗎? 不如我幫你戴起它 它有壓驚的 玉器真是很欺負人大 你說沒有那麼多貴氣 戴上去真是變土氣 雲償你又不一樣 趁你那顆肉多散鏡 雲償膚色夠白 那要受得起那顆肉的顏色 謝謝 不謝謝 我們一家人都會有理心的 尤其是爹 總之日後你要好好保重身子 我們全家人都在穿著你 我會小心我的肚子 南寶宴最殺食的地方 就是她高貴的形象 而她的影迷層面又夠闊 特別是二十至四十五歲的 給這群女性 而這群女性 正正是我們鏡花堂要吸納的客人 沒錯 我們的顧客大部分都是這群 有消費能力 由石德花斜的裝扮上的女性 最重要是寶宴姐 沒有做過任何雙邊的生蕉牌 這一點對我們才是最珍貴的 既然大家都覺得 南寶宴是最適合的 我們就請她做生蕉牌 接觸南寶宴方面會不會有困難? 我收到消息 只要寶宴姐上星期 剛在上海拍完一部電影 預計下星期會到南寶燈台 而中間這段空檔會來香港探親 我們可以趁這個機會 親自跟南小姐談談 我想這方面會比較困難 因為寶宴姐不想常人騷擾 而向來也很低調 所以沒人知道她在哪裡 她來探親? 如果你找到她的親人 豈不是可以找到她? 聽說她只是一個舅舅 但舅舅到底是誰呢?真沒人知道 我有一個大紅袍 是我外星女南寶宴送給我的 鬥一場吧 你叫你外星女請我喝茶更好 不用鬥吧 我外星女影壇紅星南寶宴 這麼容易喝茶嗎? 是你? 查你這棺材樹, 我也找得你久了 還抓不到你 這棺材樹我先看到 現在是我手上 你有錢就買一隻吧 要不跟我的老爺爭? 千金難買心頭號 這是緣分, 買不到的 這棺材樹不是人人都會操 落在你手就只會租了它 用金剛兵陪她操的話 一定是天下無敵的 那你會不會敬佬? 那你會不會難保宴? 當然會, 我是她舅舅 那就行了, 送給你的 你也算厲害了 這樣也被找到南寶宴的舅舅 約南寶宴出來 我沒什麼好處 就算是喜歡加拿朋友 沒什麼快, 就是反應快 也算是懂得用這棺材樹 引順發落搭門門 整天阿曼借識書, 這麼重本 小材不出, 大材不入 阿曼借識書, 用得南寶宴這麼大意見 字回來, 什麼本都回來了, 是不是? 你別這麼開心, 過天天再說 你給我一定 以我的誠意和努力 一定可以感動到她 就好像隨便用雲吞麵來感動你 先說明了 我除了要雲吞麵之外 還要多換豬手 還要約了南寶宴法技吃 簡直加了兩道油菜 只要你告訴我 我們鏡花和每樣插兵的特性 用法和功效, 那就行了 好了, 那我明天可以逐一 和寶宴姐介紹 我逐一說了, 到半夜 到她記起來就要天亮, 那我怎麼吃? 那就好了, 去喝早茶 我喜歡吃的大雞包 你請得起, 我吃得了, 說得了嗎? 洗耳恭廷 由葵花姨子說起 葵花姨子有你店舖最好賣的產品 她的成分有玫瑰花、卓藥、水仙 好嗎? 好嗎? 寶燕姐, 你好, 我叫竹幼 順浩先生應該和你提過了 這個是竹幼 寶燕姐, 你好, 請坐 你挺有本事的, 也讓你找到我 不過我沒空而已 看著我舅舅的份上 我最多可以給你二十分鐘 來, 寶燕姐, 請坐 寶燕姐, 你怎麼了? 不用了, 你很快就走了 寶燕姐一向的形象 都高貴脫俗 深居東方女性的典牙氣質 而最適合我們鏡花堂的形象 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 請到寶燕姐你做我們的生招牌 我相信如果我們合作的話 一定相得益章 你找我做生招牌不是一個問題 不過我要看看你的鏡花堂 有多少誠意讓我看到 我們當然非常有誠意 所以特地選了幾款 我們鏡花堂的招牌貨 讓我再介紹給你, 寶燕姐 就像這個, 叫葵花胭脂 是我們的招牌貨 寶燕姐用慣耐老貨 這本好貨寶燕姐是不用的 其實都是象徵式 給寶燕姐過過目而已 不用真的用的 請讓他向外界宣傳的時候 說寶燕姐在用我們鏡花堂的出品就行了 以我們所知 之前有幾家商號 都找過幾位女明星來做生招牌 像潤生堂、平安幼和新天百貨一樣 而他們出的價錢 平均不過四位數字 那也要看看份量的 我想實際的行程 寶燕姐會比我們更加清楚 所以為了表示我們鏡花堂的誠意 我們願意出這個價錢給寶燕姐 希望你會滿意 這樣才符合我身價 友邦果然身思實物 早一步了解了行程 做定名合同給藍寶燕姐看 讓她即場就答應跟我的合作 當然了, 白紙黑字給她看 讓她不要以為我們鏡花堂 是在空口說白話的 其實這次真的要多得二哥 全教她約寶燕姐出來 我們才可以游說到她 要不然我們做多少事都沒用 想不到你把朋友放在一起也有用 出外教朋友, 爹教我的 好嗎? 伊芳告訴我 友邦, 你做了一整晚功課 雖然你做的功課 不可以大派用場 但你工作的態度是正確的 是呀, 大哥 我已經找了蔡師傅 替我們紮個吉時遺簽約 你看看 行了, 為了這次簽約 南保爾特地延遲了 去男人登台的旋旗 人家敢比免我們的鏡花堂 我們這次一定要隆重其事 把這次簽約儀式搞得好好的 你放心, 大哥 友邦有很多學友在新聞界做的 他真是聰明 早就聯絡他們了 到時候會有很多記者來拍照 好呀 這次一定要重響鏡花堂的名字 是呀, 友邦 是 你記得訂定大方得體的鮮花 到時候就代表鏡花堂 獻花給南小姐 這樣才夠隆重, 是不是這樣說呀 對了, 友爺, 到時候你負責獻花 我? 是 是, 爹 Eco 我叫我, 我叫你 主婦小姐很多裝美心得 對呀 為什麼是寶怨姐這麼久還未來 我還想早點來看見她的親人 放心, 待會寶怨姐跟我們簽約之後 一定會安排你們的军品 跟她拍照 好好呀 還有, 如果你買她有推介化妝品 一定可以拿她簽名 寶怨姐叫到, 我一定會買的 我也很想像她那樣, 皮乾肉滑 不知道寶賢姐 喜歡什麼顏色的眼影和唇膏呢? 待會你們問問她就知道了 好… 要問她 我記得問她 這麼多幾張對影照 爹, 你的樣子一定上新聞紙了 讓我剪下它, 讓你做留意吧 好 畜生, 義長, 睡合約已經準備好了 一飾兩份已經放在籤子桌上 好 你的手還沒好嗎? 已經好多了, 我叫她雙口還沒埋 就用梢布包著它 又是你說的, 怕細胸檢驗 優賢, 雜貨還沒送來? 我叫她早上十五分鐘就到了 到現在還沒到 糟了, 寶軟姐還快到了 祝先生, 你收回吧 怎麼搞的?這麼晚的 你先餵新鮮, 那就晚點來吧 寶軟姐來了, 寶軟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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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演麗紅星 有請藍寶軟姐吃我們鏡花糖的生串牌 有請藍寶軟姐 好, 寶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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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軟姐 我要拿簽名? 我也要, 如果可以和我拍照就好了 最想到你, 杰仔 你上次贏了股票, 又買部照相機 弄得跟寶軟姐拍照 怎麼回事?就請我們來吃飯吧 寶軟姐真人 真的跟照鏡一樣漂亮 你有錢做也一樣漂亮的 不是吧, 她的樣子做的 寶軟姐, 寶軟姐好漂亮 謝謝 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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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賢姐, 寶賢姐 你的鼻子幹什麼呢? 寶賢姐 她親一聞小狼屋敏感 我聽人說她的鼻子是假的 寶賢姐, 寶賢姐, 寶賢姐在哪裡? 這邊有藍色寶賢姐 那邊… 寶賢姐怎麼掩著鼻子走? 難道說她的鼻子是假的, 全是真的? 可不是她打了那一刻 傷害了鼻子嗎? 不是這麼害怕, 是不是? 很奇怪 寶賢姐, 寶賢姐, 寶賢姐 對不起, 寶賢姐, 對不起 對不起, 真是靠海 誰都知道我對小黃谷敏感 現在還送了什麼花來, 傷死嗎?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寶賢姐, 外界的人 整天都處我的鼻子是假的 現在的花架不斷打, 寶賢姐 傑姐有東西寫的, 寶賢姐 不是, 寶賢姐 寶賢姐, 寶賢姐, 難受者在這裡走? 當然走, 寶賢姐我沒有心情 寶賢姐, 不簽約 但是臨時不簽約, 記者怎麼寫 是呀, 藍小姐, 冷靜點 現在怎麼冷靜, 弄成這樣 寶賢姐 寶賢姐,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後門的 更何況我們現在這樣出去 他們不知道會怎麼寫 他們只會越寫越多, 越冥越黑 我只會這樣做, 合約簽不簽不要緊 最重要是寶賢姐你的名字 下次… 其實以我所知 在外國這個病是很普遍有得醫的 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 認識了一位醫生朋友 他是專科, 專醫鼻敏感 不如這樣吧, 待會我寫個地址給你 讓你簽完藥, 去南洋登台 順便去日本找我這位醫生朋友 要去日本?很重疲憊 其實我們鏡花堂很看出自己人 既然寶賢姐是我們的生招牌 也就是我們的一份子 我們有責任幫寶賢姐安排好一切 包括聯絡醫生, 呂費和診金 只要以得好寶賢姐你的病 我們鏡花堂也會一力承擔 看來藥也挺有效的 南小姐現在舒服了很多 不如我先出去清一份合同吧 寶寶, 掌聲吧 好, 終於簽了一份合約了 看來我們應該好好吃一頓 慶祝一下, 是嗎? 慶祝了甚麼?警徒就行 慶花這麼小小事, 都可以弄得一塌糊塗 不然有幫幫忙把南寶賢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收貨 很久讓人家當笑話說 爹, 二哥也不知道寶賢姐 對那些小黃谷敏感 不知道就是做足準備功夫 二哥始終是男人 就算做足準備功夫 他也未必留意這一點 那倒是 是呀, 這些女明星的花邊東西 我只是在八卦畫布才知道 難怪有業的 上次你做了功夫, 即使失敗 爹有沒有怪過你 這次你甚麼都沒做 還弄出了大作品 爹有沒有說錯你 大哥, 有業只是一時失策 既然有幫我這件事擺平 那怎麼辦?寶賢姐簽約了 別這麼勞氣, 身資要緊 是呀, 大伯 是呀, 有業這麼大的人 他會想的 是 你呀, 你真是應該 好好反省自己做錯甚麼 以後無論對人對事 都不能操心大意, 知道嗎 知道了, 爹 這次我知道錯了 接下來鏡花堂和寶賢姐 就有這麼多接觸 我不會再出錯了 還讓你去? 人家也不想見你 接下來就有有幫負責了 有幫負責, 大伯給你機會 你一定要做得好好看看 知道了 好 花花裡有小黃谷 我們做這麼多事, 只是為了兒子好 希望有幫生生生生 為我們這房人拿回應該的東西 爭一口氣, 我心滿意足 說得這麼說, 我們有兒子 難保別人也有兒子 你擔心那個女人佗哥是兒子? 雖然大伯現在很體重有幫 但如果那個女人真的生兒子 的孫, 大伯一定會疼得了 放心吧, 那個女人恩挑鬼命 被他生出未必養大 就算被養大, 到時候什麼世界都不知道 說不定竹家已經被友邦打了 再不然我們已經自立門戶 那兩個帽子反過來投靠我們就真的 這倒是, 到時候不用看獎房的臉 我相信我們友邦 一定會為我們爭爭氣氣 為我們的兒子 說真的, 不看了花邊新聞 又怎會知道蘭寶宴對小黃哥敏感 其實二表哥這次真的有努力 去做一件事了 我從來沒少見到這麼認真 但到頭來, 就像一件這麼小的事 就把他之前做的事沒殺光了 真是不值得 如果有成仲在的話 根本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二正早安 早安 早安 今天這麼糟糕 你穿得這麼低不夠嗎 我進去拿一件衣服給你 這盆花是我和有成一起做的 可寫桃花已久, 人面全聖 所謂落紅不時無情脈 化了春泥又胡花, 花開花落 其實萬物是一樣, 一樣會生生不息 男爺, 雖然有成已經不是我們的神標 但是他的骨肉還在 我們作家就扣了他全宗接代 這段日子, 你要小心心刺 有甚麼不舒服就好出聲 這是我和有成的骨肉 亦是竹家的血脈 我總會好好保住他 好, 我們回去吃早餐吧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就是這麼多位 李起山原部回來了, 謝謝 去吃早餐吧 爹, 大哥, 早安… 大伯 大伯, 早安, 早安 鳳姐, 替他沖過一杯茶 多加點紅酒 是, 老爺 起飯 你有甚麼需要, 儘管跟二嫂說 都會的 二嫂, 你看看他喜歡在醫院生 還是叫瑟瑪麗大學生 安排得差不多了 行了, 大伯, 你放心吧 我會好好地安排 阿姐夫, 你放心吧 我和二嫂也生了一個孩子 我們懂得怎麼照顧他了 我打點了所有的事 等阿表嫂有空的時候 才來幫忙吧 二哥 是 在這裡做甚麼 被你嚇死, 走路沒聲音 他說不舒服, 不回店裡 原來在這裡弄車 是, 兒子 回到去就更不開心 所以省點時間 在這裡弄個玩具 讓兒子玩更好 你知道那個一定是兒子的 大嫂… 大嫂, 你沒事吧, 大嫂 大嫂, 你看怎麼樣 大嫂, 你看怎麼樣, 你沒事吧 怎麼樣, 大嫂 大嫂, 你沒事吧, 大嫂 大嫂, 你沒事吧, 大嫂 大嫂, 你要生了嗎 人來呀, 生媽來呀 大嫂, 你沒事吧, 大嫂 好痛 小嫂, 大嫂, 大嫂 大嫂, 大嫂, 大嫂 不小心, 監製怎麼樣 今晚在裡面接生 阿歡姐就進去幫忙了 應該早餐了 你呀, 成事不足, 拜事有緣 小嫂, 去拿多點毛巾來 多喝兩杯熱水 阿歡姐, 怎麼樣 還沒生得出 今晚說要是這樣的, 可不可以難產 好 還叫她電影師來 我去打電話 昌, 她有準備訂車 她也隨時有用 我去打電話 二奶奶, 薑飯和藥窩住好了 是不是要拿出來 還沒生, 拿出來幹甚麼? 都冷了 生了, 終於生了 是兒子的女兒 怎麼樣? 老爺, 大嫂都平安了 那兒子還是女兒? 是千金 老爺, 要不要我把外婆送出來給你看 那些大廈都很累了, 先吃吃吃吧 讓我看看女兒 裡面剛剛生完, 亂七八糟 你男人之家, 不要進去了 那女兒就行了吧 你雲英未嫁更加不行了 什麼規矩來的? 要看, 明天有很多東西給你看 你讓她休息一下, 回去… 來, 回去吧 二奶奶 薑飯和燕窩還要不要… 人家剛生完, 哪有胃口 待會兒拿去我的房間 人家剛生完, 早餐 你說�了 小孩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